HELLO 各位講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莫果112年7月9日星期天下午了 今天呢要把這顆芒果整理一下 這個芒果呢 今年漲非常的多 我們也幫他泡很多袋子 不過齁 沒有辦法管理到這邊來齁 整棵樹齁 被這個山苦瓜 被山苦瓜爬的滿樹都是齁 然後地上呢掉了非常多果子 都已經爛掉了 喔這裡 這很漂亮 這真的漂亮 像這個有套袋的齁 掉在地上如果來得起像這樣 像這樣撿的話齁 這好像水蜜桃芒果 這不是愛文 沒有那麼大片 非常的香 這真的可以 非常非常的香 這如果今天沒來就撞飛去 這真的有漂亮的 很多都浪費掉了 像這個就撿回去 等一下我們就把它鋸一鋸 可以的帶回去 不行就讓它重新長 好 我現在就開下去了 這邊那個外面那顆 那顆像大顆 鐵往後面 喔 對啦齁 小心喔 鐵盤會被刮 哇 這個 哇 哇 被果銀釘過了 啊這不行了 可惜 品種真的是有良 所以這個要管理啦 要管理 要管理 好吧 鋸了 不用吃鹼 啊 啊 啊 上一部影片 才跟各位分享套袋 有分享完之後 連收都沒有來收 沒有來收成 結果套袋也沒用 沒空 那這個 工作之以的栽種啊 就是人家所謂的業餘的栽種 那個 便衣也蠻多的 而且 吃到到吃不到好好看原本 每天要 關注到要忙的事情 再去想到 有些時候時間都過 旁邊是別人的土地喔 所以我不會留太長 我們看到果實的大小 這個品種真的是很有 這一個水蜜草芒果 比正常的艾文大很多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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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這裡有二顆 要去上 拆 哇 這顆可以 還可以 這還可以 哇 好香啊 非常香 哎 可惜了可惜了 好香啊 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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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撿 只要留種就好了 我們再想辦法把它複製到別的園區去 那個園區 比較遠 沒有 沒有辦法 及時照顧到 所以這裡我們 就隨便撿 重點 就是 把這品種留下來 把品種留下來啦 就是如果要 假接有 接稅可以用 那 最上面有一顆 掉在袋子裡面 應該是OK 顏色還漂亮 再這裡 還是沒有多大顆 去掉 那 有 什麼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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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掉了 哦,掉了 掉在那里,你看看 哇,烂 烂 五菜 哦,正三番還有一顆 掉在袋子裡面 很大顆 一堆果蠅在外面 那顆很大顆 還沒猜 各位好朋友,看我這樣剪 不要學齁 全部把它 整理掉 哦,這裡主要是要留肿 我們剛剛有講,留肿掉 我需要鋸子 再把它切掉 衣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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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我都以為這個品種的芒果是不是就是跟艾文 可是現在再看看他 這一些 成熟的果實 還是跟艾文有不一樣 第一個 明顯的好像比較大 第二個那一種 香氣各香 很濃啊 比艾文那個更濃 但是應該跟艾文有相同的基因 這個應該是有 有類似 我來猜一下剛剛看到上面那個 已經很多果園 你看 又大 哇 好可惜 你看 這樣 啊 可惜 好 就修這樣子吧 修這樣子 明年應該不會長 每年應該不會長 大概把品種留下來 我們之後 呃 新人區那邊如果有一些芒果的品種我們不喜歡 就來這邊取枝條 回去嫁接 修這樣子 現在才剛產地結束 修這樣會算 會嗎 你要陽光夠的話一定會 因為很多芒果他也是 回檢到這樣子讓他再長 會算啊 就是周圍 周圍他要有獨立的光照 還要照顧一下 要照 然後旁邊這裡還有 嫁接成功的流連蜜 所以 一樣是太蜜了 這流連蜜是小楊義士家的 對 已經成功了 四個 我把它整理剩下四個 然後有一些字條就把它剪掉 很好啊 ok好 進步到這邊 就到這邊 好下次再見 拜拜